大家好 这一讲我们来学习一组原音 哦和哦 长原音哦发音的时候 嘴唇要使劲地向前搓圆 然后开口度要小到只能伸进一个小拇指 跟我发一下哦哦 我们可以参考汉语里面回答别人的时候 不情愿地说哦哦 是不是这个哦的音就出来了 哦哦 那么发短原音哦的时候呢 就是嘴唇稍微再开大一些 下巴略下垂 哦哦 我们看一下它的发音规则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实际上这些字母 原音字母 当它们后面只有一个辅音字母 或没有辅音字母的时候 原音字母不管是哦还是啊 依 呜 他们都读长原音 那么当两个原音字母重复的时候就读长原音 原音字母后面加哈的时候依然读长原音 哈不发音 我们看一下例子 哦后面只有一个被符音字母 接下来就是一个原音字母 所以它读长原音哦 所以它读长原音哦 哦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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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樣 后面只有一个符音字母 对 然后就是原音了 所以这个读长原音哦 写 写字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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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原音哦 Moth Oha在一起的时候发长言音O Ona Vonen 这个Vo发的时候上牙咬下唇 Vonen 这边Bona 好我们看短言音 O O后面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音字母的时候读短音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 就在少数情况下后面有一个辅音的时候也发短音 这些毕竟是少数情况 我们先列举一个 看一下 Tona Nona Optic Dogger Got Got一说大家就知道 Oh my God Got 德语里面的上帝 Op 虽然它后面只有一个辅音字母 但发也发短音 Op 这就是少数情况 我们来做个对比练习 O O Tong Tona Dome Doc Node Nona 这边我们开始第一讲的时候讲过 科隆大教堂 Dome Kirna Dome 会读了吧 好 这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Op FIT ZN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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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